亚当理论,欢迎来到奥利给直升广播电台 今天韭菜读书会来分享,你不能不知道的 韭菜圣经,亚当理论,以及K线理论 各位韭菜们大家好 亚当理论算是当初带领我进入教育领域的启蒙 我过去的交易逻辑基本上是以这本书为基础下去发展的 今天就来为各位讲解一下这本书的重点精华 这本书其实概念并不多,大概一个多小时就可以把整本书看完 而且简单到让人觉得是废话 那你如果能够理解到他说的不是废话 并严格遵守的话,基本上做交易表现并不会太差 但问题在于没有多少人做得到这些看似 智障都做得到的事情,因为大家都觉得 自己不是智障 知道这本书的作者在技术分析的领域绝对是权威中的权威 但这本书一开始就告诉你没有任何一个分析方法是完美的 面对交易懂越多分析的方法反而会是阻碍 与其透过各种手段分析,价格未来可能的走势 不如专注在价格目前的变化 只有价格是真的,其他都是假 上面这点算是贯穿整本书的重要观念 以我自己为例子,因为这本书是我交易的启蒙 所以我初期交易也只专注于价格的变化 但因为还是在初学阶段,总会觉得自己 懂得还不够多,应该要更完善自己的交易系统 所以也学了不少技术分析 把这本书里的内容跟自己所学过的技术分析内化过后 就演化出只有压力之称 跟简单K线的交易系统 虽然后来又加上的成交量但到了交易后期 我又回到了最原始 只需要关注价格本身变化的交易系统 等于绕了一大圈,又重回原点 但也是因为这个经验让我觉得这本书确实有意思 把交易专注在价格本身的变化感觉非常的抽象 具体来讲就是顺势而为 价格再涨就买进 价格再跌就卖出 但这边会产生一个问题 什么叫做再涨 什么叫再跌 每个人的看法可能又会有些差异 所以再涨跟再跌最简单的 判别方式就是 是创新高跟创新低 再更简单一点 就是把价格走势图打开来 从左下 走到右上了就是再涨 价格在画面的右下角的 就是再跌 但这个做法有点违反我们人类的本能 所以这本书也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在交易的领域你必须忘记贵跟便宜这两个概念 有了贵的概念 会让你该买 不敢买 而便宜的概念回到你在价格下跌的过程当中去买进标的 像是去年纽约青云油期货就是一个减便宜失败最好的例子 一桶原油5美元够便宜了吧 你进去减便宜 当天直接跟你杀到每桶 30美元 所以在交易的世界减便宜只会让你的身价更便宜 另外这本书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概念 就是所有的系统都会出错 包含亚当理论本身也会有错 我们没有办法 避免这些错误 所以我们要去面对这些错误和接受这些错误 阅读错误最重要的方式就是停损 每一笔交易进场时 停损单都要同时建立起来 因为系统随时都可能出错 趋势任何时间都可能反转 我们看到的趋势 是现在和过去 未来趋势并不一定会延续 所以我们必须设定 停损点 停损并不一定是趋势反转 只是市场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离开 另外就是停损点的设置要 不断地移动 但只能往单子的方向移动 假设我现在是做多 之后 停损就只能往上移动 不能往下移动 所以当行情发动的时候 很容易将停损点 移到成本价值上 时尚基本上除了碰到停损以外 不需要自己主动去出场 这样子就可以确保每次的出场都是价格 亲自带你出场 前面这些观念让你 知道进出场的依据 但是真正赚钱的秘诀 在于加码 书中也有提到 只能在赚钱的时候 加码赔钱的时候 绝对不能摊平 这个概念很简单 如果你的单子根本还没赚钱 代表你现在很可能 正在面临 需要停损的错误 做错事情 还加码只会让你的风险更不可控 只有已经赚钱的部位 才能确定前面没有做错 对的事情持续做 错的事情不要做 这应该是人生狠 基本的一个道理 真正有经验或是有认真在跑回测的都知道 顺势交易长期而言胜率并不高 我们已经透过停损来控制我们的亏损 剩下该做的事情就是放大我们的获利 透过移动停损可以让你 抱得住获利 但光抱得住还不够 必须透过加码的方式趁省追击 这样子获利时才有足够的收入 去应付好几次的吃损 所以我说真正获利的秘诀在加码 若没有加码机制 整个交易系统的期望值会非常的低 基本上这本书 我觉得重要的精华就是这几点 不过它另外还有十大基本交易守则 各位也是可以参考一下 其实都是前面概念的延伸 这里面大概只有第五点我会有意见 一天或一笔交易 可以亏损到10%的资金对我而言真的太危险 一次10%连续遇到4到5次 那就真的已经伤筋动骨了 虽然你会觉得发生这种事情的 几率并不高 但你如果交易做的够多肯定会遇得到 以我自己为例 有一阵子做比较短线的时候 每天 手敲出去成交的单子都在400笔以上 那种万分之一 几率才遇得到的事情 一年就可以遇到好几次 伤筋动骨 要再回去 那的难度是非常大的 我自己都没把握了 所以一个月能亏损到3% 我就真的已经受不了了 一天10%的真的已经是博弈的世界了 最后这本书我印象中有一部分在讲 用翻转图像对称 去预测 市场行情 当时我看到这个章节的时候 我是整个傻眼 毕竟整本书前面的重点 都在告诉你 市场不可预测 又举了非常多的例子来支撑这个论点 结果后面 突然开始教你如何预测市场 根本发家弯 但后来发现 这其实是个非常贴心的一个 课后小测验 在测验这些读者 书是不是真的有认真在读 如果前面书有好好读 有融会贯通 重点都有读懂 就会知道现在这个章节 就是垃圾根本不用看 可以直接跳过 但是总会有一些读书看不懂重点的人 就会很认真的花时间研究这个部分 在我成长的社会氛围里 如果头脑不好 是件很不光荣的事情 但网络上可以找到一大堆人在交亚当理论 翻转对称预测行情 哇 看了我才知道 原来脑袋拿来当装室友 书都读不懂对现代人而言是件非常光荣的事情 各位韭菜们大家好 看完了上面次影片 你可能会觉得交易似乎没有想象中的困难 但这是几乎所有教育类书籍的共同问题 它会让者看完之后觉得自己也可以做得到 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知情合一远比你想象中困难 就像我也知道早睡早起饮食清淡规律运动对身体比较好 但我一样每天熬夜吃垃圾食物不运动单个大肥柴 因为这是我的习惯非常的难改变 这边在举个例子之前我有想学游泳 就上网看很多分析游泳动作的影片 看起来就很简单嘛 手就是这样滑就这样踢嘛 结果看完去游泳池之后一样差点溺水 对事情绝对不是表面上看到的这么容易啊 像是多数人没有办法试 这航贩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办法去克服 不敢买贵 喜欢捡便宜这种刻在我们人类DNA中的行为 而且就算你一开始能够克服 你也不一定能够持续的续克服 在我的观察 很多少年股神后来被淘汰掉 跟这就有很大的关联 他们在出入市场的时候没有追在山顶的经验 天不怕地不怕 创新高在追的时候都很赶下重仓 有部分的人这样赚到钱之后 就会成为所谓的少年股神 但是这些人在交易一段时间之后 就会开始有追在山顶被迫吃损的经验 这种经验一多之后 很多人就会变成不敢的去追创新高的标的 不敢追高之后 就会导致一种后果 该赔的都有赔到 但该赚的都赚不到 被市场上淘汰掉很大一部分就是这种人 但你不要以为这群人被市场 淘汰掉就很烂 更多的人是连停损单都砍不下去的 我在交易这个领域能够维持一定的水准 很重要的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我不会因为有买在山顶的经验就不敢进去追高 而是每次追高都是放一点点进去追 若是有获利再慢慢加码去放大获利 另外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是 你看这本书你会以为市场的价格都会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性 但事实上多数时候市场上大多数的标的物价格都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一个标的物价格不断的创新高或创新低其实并不常见 书本告诉你如何 择时进场交易 但更重要的是选择标的的能力跟运气 如果你选择标的并没有很大的自由度的话 真的很难赚钱 下面我就用实际的案例来做个说明 好各位可以看到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 之前大盘的一个日线图 大多数时候大盘 是像这个图当中的一个线图一样 虽然是我们看到价格在画面的最右上角 但它中间价格在走的时候 其实方向性并没有非常的明确 我们现在就来依照上一级亚当理论的概念 来实际演练一下看会发生什么事情 首先看到最左边这里有一个 之前讲过的double ud 那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吧 你看它这个地方 它创了一次新高 创新高之后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进场做多嘛 可是那我们进场我们要避免它趋势反转 所以我们要在它下面的这个低点 的地方是做一个停损单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在创新高之后买进去之后 它很快的 过没多久就往回落掉下来 就打了这个停损单 你看你这一笔就会赔钱 那接下来 我们下次要进场是要等它创新高 所以我们来看它前一次的高点在 这地方 那这一次你再突破进去创新高 进去追高 你大概会在这时候进场 那这时候进场的时候 你前低的停损点会是这个位置 这是我们的 一开始进场时 偶的停损点 另外之后价格 价格又喷上去 又重新创一次新高码 对不对 那这时候我们的移动停损 就要移到这个位置 它价格创新高后 又一个新的低点 这个低点就是我们的停损点 之后价格又上去 上去之后 这里又创一次新高 所以呢 这个地方 那就是我们新的停损点 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价格会是我们新的停损点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们第二笔交易的时候 我们停损出场的时候 其实它 有机会 有可能它有赚钱 那接下来这次出场后 我们什么时候会再进场 来这个高点 创新高的时候 我们去进场 然后呢 创新高高进场之后 我们的停损点怎么抓 一样它前一次的低点 停损点一开始在这位置 那它之后 这里上来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 它突破这个高点之后 它的这个低点 在这个位置停损点 到这个位置 这地方的时候 我们停损点 要从这里移来这里 那所以这一笔之后 你停损点设在这里 没多久就达到 你停损点出场 这一笔 你可能会小赚一点 那你在看之后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才可以再重新进场做多 你基本上还要等很久 要等到 这里很明显有一个高点 那你要等到这个高点 又被突破的时候 那你才有机会 再重新进场做多 那这时候 你的停损点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这会是你一开始 进场的时候的停损点 之后呢 它创新高之后 你的停损点也会往上移 移到这个位置 这很明显你可以看到这一笔之后 它又是达到你停损点 让你 又亏钱出场 那你之后在进场的时候 就是在突破这个高点的时候 进场的时候 停损点一样变成是抓这边 那你可以看到 你这样来来回回 进出了几次 重点是 你看你从头到你 如果一开始就买进 你不要那边进进出出的话 你整大段都直接吃起来 其实有一个方法 可以避免刚刚讲的那种情况发生 就是缩短我们的交易周期 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日线图 它每一根K线代表的是一天的价格变化 那我可以把它缩短周期 变成五分K或十五分K的话 这时候会发生什么事 你可以看到像这种地方 它就变成说是一个连续 突破的一个 大的一个趋势 我还有这个地方也会 这个地方也是 这个地方也是 你这样子的话 你就变成说你在这些过程当中你就有狠 比较多的这种你可以赚钱的 机会 所以我们交易员才会整天在那边进进出出 那是因为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必须这么做 你又不是吃这行饭的搞这么累干嘛 而且我们要考量到风险跟仓位的管理 所以整体资金报酬率要每年都赢大盘还真的不是很容易 打不赢就加入它嘛 整天在那边进进出出 把自己搞那么辛苦 不如就大盘买着不用管你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去精进自己的本业 所以真的没有必要浪费生命去那边买贫穷 今天来跟各位聊聊投机赌徒们最爱的当冲 其实当冲这个东西我在大学时代也玩过 那时候不像现在有现股当冲还跟证交税减半 如果是现股买进当天是不能卖掉的 还记得我人生第一次买股票的时候 当天价格涨了我想把它卖掉发现卖不掉 打电话问营业员才知道原来如果要当日冲销 一定要融资买进融券卖出 所以那时候时间一到我马上去开了新用户 那个年代跟现在一样是T加2 T加2就是我今天买股票要隔两天才会扣款 也就是说我只要今天买进股票后当天把它冲掉 我两天后根本不需要付钱 我只要付今天赔的钱就好 那时候股票一天涨幅限制是7% 也就是说一天最大的挣幅只有14% 所以我只要确保我买的股票当天出得掉 就算只有10万的存款 但我可以操作50万的股票 这对于一个新手赌徒是个非常大的诱惑 不过那时候智慧型手机才刚问世 行动网络还不普及 所以我一周也只有两天早上没课的时候 会待在宿舍打股票 那时候做当冲主要是前一天会挑好标的 面我提到的条件必须要完全符合才会被我挑中 因为他如果过去表现连一定的涨幅都没有的话 代表他并没有真正非常强势 他的振幅可能不足以再当冲获利 第二个条件就是他已经创新高 而且K棒要连续收红当日没上影线 大概像是去年六七月航海王的那种走势 这个条件就是要确保他目前还是处于一个上涨的状态 我前面两个礼拜涨了50% 结果近三天跌了10% 他会符合第一个条件 但是也有很高的机会他的上升阶段已经结束了 所以第二个条件基本上我会从当日涨幅排行榜去筛选 从涨停的开始往下调 当日收盘涨幅不足4%的就不会考虑了 再来第三个条件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他的成交量一定要够大 因为那时候是一个赌徒的心态在玩当冲 操作的金额都是大于自己本金的 万一没出掉被锁住会很麻烦 所以在挑标的的时候 一定要确保他的流通性是没问题的 才比较不容易遇到买了出不掉的问题 我那时候的挑法是过去一个月最低日成交量 乘以股价要在5000万以上 以上几点缺一不可 通常这样挑下来每天符合条件的不会超过五档 有时候甚至没有 接下来隔天开盘后就是从这些挑好的标的里面观察 如果是已经连续大涨好几天的 他开盘前五分钟又直接跳空涨了3%未打5% 而且价格都没明显的拉回 这种的很有机会直攻涨停 所以我就会直接买进停损抓1% 另外如果开盘后涨跌幅是在3%之内震荡或者是盘再往下走的 我基本上就不太会去理他 就当做他今天没有要再继续往上攻的意思 除非他的五档报价突然有很大量的买单挂入 或者是价格有个瞬间的向上突破 虽然说我10万的资金最多可以玩到50万的仓位 但毕竟还是学生胆子还没那么大 所以我一档股票一次就是10到20万再打 一天最多也就做三只股票 赚钱的时候一天最多也才赚接近1万 但赔钱的时候也是都是一天3到5千块再赔 那时候没有当充正交税减半 下单手续费也没优惠 每次交易的成本比现在高很多 那时候做了一学期 我就发现CP值超低 赚的钱几乎都被交易税和手续费吃光了 真的是自掏腰包在帮券商打工 不如把那时间拿去好好读书或是多接几个家教 所以后来股票我就没有再玩当充了 一直到我工作后 认识了一位在境外自营商做股票当充的朋友 才对当充交易的获利模式有完善的认知 首先公司要他们当充的原因 是为了避免开盘跳空的风险而不是开杠杆 因为从今天收盘到隔天开盘 中间这段时间有可能发生任何事情 导致开盘后仓位产生巨额亏损 所以才规定这些交易员不准留仓 而且他们当充是非常有系统有纪律的在操作 像是他们是有专业的团队分工 每个人就都固定钉5到10只全职股 交易员的电脑荧幕一定会有一个是全荧幕看大盘期货 再来就是自己在雇的那几只股票 它的level 2一定都会开好随时钉住买卖单的变化跟成交明信 再来就是会观察自己钉的那几只股票 它整个相关概念股的涨跌 假设我钉的股票里面有一只钢铁股 我就会有一个视窗是所有钢铁股的及时报价 如果钢铁股有其中一只价格突然有剧烈的变化 就代表资金往钢铁股这边流动 第一时间就可以用自己手上的钢铁股去追价 后面就会很多人跟上来抬轿 当价格开始停滞就开始倒货 看大盘期货跟level 2也是一样的原理 主要就是在观察市场上主要的资金流向 跟技术分析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以后你如果再听到有人说用技术分析再玩当冲 就知道又是一个不会玩的大学生 他们这个部门用这种做法确实赚了不少钱 但你各位韭菜别以为上网看个垃圾影片 就可以跟著作把股市当ATM 这中间还有非常多的美角我是不会说的 他们赚不少是因为他们成交量非常大 并且透过专业的团队分工 才确保每天资金的流向都不会错过 而且他们也是常常会有行情发动失败要停损的情况发生 更重要的是他们操作的不是台湾市场 整体的交易环境条件完全不同 所以你各位别整天想当发财仔 把心思好好的花在精进自己的专业技能 真的没必要浪费生命 把自己的血汗钱不断交给明显比你富裕的券商 当社畜刚起步可能真的会穷一阵子 但天天赌博的话就注定会穷一辈子 如果你硬要在这种价格没有突破的时候 用K线理论去做交易 你的行为就叫做打工换贫穷 各位韭菜们大家好 这个频道所有的教学是要让各位对于交易有个基本的认知 有了基本的知识 程度太差的人就骗不了你 如果你是要拿这些基本的知识进赌场玩 十之八九你也只会得到贫穷 今天这支影片会从K线最基础的定义 倒在交易上的实际应用从头到尾做一个完整的讲解 K线最早是在日本被发明 用来记录米的价格变化 每一根K线都包含了一段时间内 标的物的四个价格 分别是开盘价 收盘价 最高价跟最低价 一般最常见到的是日K 那就代表这一根K棒记录住一天里面的开盘价 收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如果是15分 K就代表是记录住15分钟内的这四个价格 其他的月K小时 K以此类推 颜色则是代表这一段时间内价格的相对强弱 是相对的强弱而不是绝对的涨跌 这边我举个例子 各位可以看到像是这根K棒的时候 这一根的收盘跟前一根比起来它是涨的 但它一样是黑K 因为它开盘价在这个地方 收盘价在这个地方 代表它在这一天里面它的价格走得比较弱 但是它跟前一天比起来它的价格还是上涨的 后面这里也蛮多类似的例子 来看像这个地方它是红K 这一天里面它的收盘价高于它的开盘价 但是跟前一天比起来它的收盘价还是跌了非常多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知道K线的颜色代表的是这一段时间里面它价格的强弱变化 因为这是日K 所以代表的是它这一天里面的价格强弱变化 它今天开盘后价格走势比较强收盘收比较高 并不代表它跟前一天比起来是涨的 当人们开始记录每一天K棒的时候就发现 当标地物的价格朝一个特定方向前进时候 价格变化的方向常常会有持续性 就像画面上看到的这样 价格在上涨的时候 常常会有这种连续好几天的上涨 下跌的时候也一样 常常会有这种连续好几天的下跌 就发现它它的这个价格在变化的时候 常常价格的方向会有一个持续性 它会有一个连续的上涨跟一个连续的下跌 所以就从这个发现衍生出了技术分析中的K线理论 接下来就为各位介绍几种一般而言认为比较重要的K线形态 首先第一种就是画面上看到的这个长红棒跟长黑棒 它跟一般K线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上下引线的部分 这代表这根长红棒开盘价就是它的最低价 收盘价就是它的最高价 这个长黑棒就代表它的开盘价就是它的最高价 收盘价就是它的最低价 这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它这段时间内 它的价格就一路上涨持续到收盘 也有可能是它开盘价格直攻涨停 锁住了所以价格就不会动了 当然也有可能它开盘之后有个震荡拉回 但是它在收盘前创了新高 那这个长黑K也是一样 可以当作它是开盘后一路下跌跌到收盘 或者它在收盘的时候有创新低 就会造成这个长红棒跟长黑棒 我们刚刚有讲这个K线理论它的原理是什么 它是观察到它行情在发动的时候会持续一段时间 我们这个长红棒因为它收盘创新高 代表它收盘前它的价格是在上涨的阶段 我们就假设它这个上涨还会持续 所以一般而言这种长红棒我们会视为是一种偏多的形态 那这种长黑棒就是一种偏空的形态 因为它收盘前在创新低 因为我们架设这个行情会延续下去 继续创新低 所以这就是偏空的K线形态 接下来是第二种一般认为比较重要的形态 就是画面上看到的这个锤子 各位可以看到我画这个锤子的时候 是用白色来画不是用红色或绿色画 代表这个颜色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的形状 它有可能开盘高于收盘 也有可能收盘高于开盘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的最低价离它的开盘价很远 但是它的开盘价跟收盘价距离很近 这代表它开盘之后价格曾经经历过大幅度的下跌 但是它的收盘之前价格有往上拉 拉回到开盘价附近的位置 那这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依据我们刚说的价格延续性来看 如果它价格要继续延续的话 它最后收盘前价格是往上的 所以一般而言 这种锤子的形态我们会视为是一个多头的形态 那相反的这个倒锤 就代表它开盘后曾经猛烈上涨 但最后收盘没有守住 收盘前价格是下跌的 也因为这个收盘前价格是下跌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视为是一个偏空的形态 那除了锤子以外极端一点可能是T字形 或是倒T字形 这跟锤子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这种倒锤或是倒T的形态 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颗流星 流星是往下坠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看空的形态 这样一个图像化的记忆 应该可以加深你对它的印象 接下来第三种比较重要的形态就是十字线 它跟刚刚的锤子一样颜色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的形状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开盘价跟收盘价在差不多的位置 然后它的最高价跟最低价则是离开盘价很远的地方 这代表它的行情在开盘过后曾经有过剧烈的震荡 有可能是先涨后跌 也有可能是先跌后涨 但是最后它的价格又回到开盘价附近 其实这代表它过去这段时间行情是在盘整的状态 它曾经打倒一个高点又打到一个低点 但是之后它的行情没有办法再创新高或创新低 只能在中间做震荡 这在所有K线的教学书籍或是市面上在教人的老师 都会跟你说这个是中继或是转折的讯号 但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废话 它跟在非洲每60秒就有一分钟过去一样是个废话 因为你如果是在上涨的过程中出现十字线 在上涨过程中不断在创新高 但突然没办法再创新高了 就代表行情在休息 休息完之后还是要继续走吗 不管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它休息完之后 如果是继续往上走 它就是一个中继讯号 如果它是往下走就会说它是个反转讯号 所以这不就是一个废话吗 它休息完过后不管休多久一定会往一个方向走出去 它到底是中继还是转折就取决于 它最后走的方向跟它上来前的方向有没有一致 另外你不管是在网路上还是在书上 都很容易看到很多乱七八糟的K线组合形态 配上一堆很炫炮的名称 那些东西就像是你在路边看到的烟蒂 一点都不重要 你只要理解我最一开始讲的 K线理论的精髓在于它假设行情的方向会持续下去 那些组合形态 也都只是看最后一个收盘前价格的方向在判断多空而已 它要发明那么多炫炮的名称 搞那么复杂只是为了掩饰自己脑袋里面没东西而已 就像现在很多人 拍个照都要炉镜特效开很大一样道理 林志玲拍照会需要很浮夸的炉镜或特效吗 照他们这种逻辑我改天也可以出个K线18照 画面上先剧透第一照 接下来我就用实际的例子针对刚说的K线形态 跟大家做个说明 我们可以很明显从这个图看到 在一大段上涨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长红棒出现 在下跌的过程中也有很多的长黑棒出现 然后在这个高低点的地方 也确实常常会有这种锤子或是十字线出现 但是当你真的认真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在整个上涨或下跌的过程中 也很常会有一些十字线跟锤子倒锤出现 所以我说这些东西真的没这么重要 会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是因为还在新手村 对于整个市场的价格行为还不熟悉 只会这个东西 所以自己以为这个很重要 另外只要有实际交易过都会知道像画面中这种图形 在上涨过程中偶尔有盘整或是拉回 是很正常很常见的现象 但你如果太在意这些个别K线 你在这拉回的时候可能就会看到一个长上影线的倒锤 如果它K线的时间轴刚好是这样切 你就会看到一根长黑棒 如果K线的时间轴是这样切 你就会看到一只长上影线的倒锤 你就会很容易把上涨的过程中的小拉回 当成是反转讯号或空投讯号 就只能眼睁睁看住行情 像是被小狼狗拐走的女友一样一去不回头 真正重要的是它整体价格的走势 虽然说我过去在交易都是只看K线 但我很少会去在意那些小东西 因为重要的是整个K线理论它背后的逻辑 它要抓的是一大段的上涨 跟一大段的下跌 所以唯一重要的是它整体而言的趋势 那趋势有没有形成 就是看它有没有创新高或创新低 创新高的重要性我这边举个例子 假设过去最高价是50 现在价格是45 价格要走到100 肯定要先经过50 所以若你是单纯要靠分析价格做交易 创新高跟创新低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但是你也要知道当它价格突破50的时候 并不代表它会走向100 它有可能60甚至摸到51就掉下来 很多不懂的人会以为技术分析是预测价格的工具 但这不是通灵占卜 它只是用过去的资讯告诉你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从这创新高的原理搭配K线理论的逻辑 我们可以推测出该进多单的时候它应该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个目前价格创新高 第二个进期内价格没有创新低 我们从图中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到 当它价格创新高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在这时候进多单 但它价格创新高之后又创新低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出场 不应该再持续持有这个多单 这个地方我的观念跟绝大多数交技术分析的有很大的不同 你去看就知道 绝大多数交技术分析的都会说前高是压力 压力被突破后会转成支撑 绝大多数99%以上的技术分析都会这样跟你讲 前高是压力 压力跌破了便支撑 支撑跌破了就要出场 但我不认为压力跌破了会变成支撑 前高是压力没有问题 前低是支撑也没有问题 但是当价格突破前高的时候 它不会变成支撑 这边我画个简单的图 因为它在上涨的过程中 很容易出现这种震荡的上涨 这样整天压力被突破变成支撑 支撑被跌破就又被甩出场了 在整个上涨的过程中不断重复亏钱被洗出场 虽然价格上涨你一路做多 但是你一路亏钱 所以这个压力被突破 我们不应该把它转换成支撑 我们支撑一样回去看这个前低 我们多单该出掉 就是它下跌的时候价格突破前低 开始创新低了 它开始创新低了代表整个条件都不对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多单出掉才是比较适合的做法 另外如果是像画面上这样 它的价格突然没有再创新高的话 其实这种时候不一定要全出 因为它有可能只是像过去一样 是个短暂的拉回 这个时候它有可能之后还会再创新高 但是这个时候你要去注意 它会不会跌破这个低点去创新低 如果它真的开始创新低的话 但多单肯定是不能留了 另外还有一种是画面上这样 下下跌过程中的短暂创新高 它其实有可能也只是个小小的反弹 如果有空单的话可以先出掉 但不适合马上进场做多 虽然有些时候这种创新高之后 满常见的情况是真的就不跌了 止跌之后再往上走 只是这种止跌之后的震荡 通常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才往上走 那当然也会有止跌之后直接V型反转往上走的情况 但这种情况我不建议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前低离很远 距离很大 万一吃损了应该对各位会是蛮痛的 除非你是有办法把它拆成很小的部位近在这个地方 它就算跌下来打到停损我也无所谓 因为我仓位近很小 说了这么多 这个创新高跟创新低 就是在辅助你了解什么时候 K线理论才会像这些地方一样有参考价值 在价格无法突破盘整区间的时候 所有的K线形态是完全没有用的 你在这种时候用K线理论真的是完全没有用 你看这个时候长黑棒 马上被拉上去 这个地方出现两个锤子 你以为要往上了 结果马上又掉下去 如果你硬要在价格没有突破的后 用K线理论去做交易 你的行为就叫做打工换贫穷 如果你硬要在这种价格没有突破的时候 用K线理论去做交易 你的行为就叫做打工换贫穷 各位韭菜们大家好 这个频道所有的教学是要让各位 对于交易有个基本的认知 有了基本的知识 程度太差的人就骗不了你 如果你是要拿这些基本的知识进读场玩 十之八九你也只会得到贫穷 今天这支影片会从K线最基础的定义 到在交易上的实际应用 从头到尾做一个完整的讲解 K线最早是在日本被发明 用来记录米的价格变化 每一根K线都包含了一段时间内 标第五的四个价格 分别是开盘价 收盘价 最高价跟最低价 一般最常见到的是日K 那就代表这一根K棒记录住一天里面的开盘价 收盘价 最高价 最低价 如果是15分 K就代表是记录住15分钟内的这四个价格 其他的月K小时 K以此类推 颜色则是代表这一段时间内价格的相对强弱 是相对的强弱而不是绝对的涨跌 这边我举个例子 各位可以看到像是这根K棒的时候 这一根的收盘跟前一根比起来它是涨的 但它一样是黑K 因为它开盘价在这个地方 收盘价在这个地方 代表它在这一天里面它的价格走得比较弱 但是它跟前一天比起来它的价格还是上涨的 后面这里也蛮多类似的例子 来看像这个地方 它是红K 这一天里面它的收盘价高于它的开盘价 但是跟前一天比起来 它的收盘价还是跌了非常多 所以这个时候就可以知道 K线的颜色代表的是这一段时间里面 它价格的强弱变化 因为这是日K 所以代表的是它这一天里面的价格强弱变化 它今天开盘后价格走势比较强 收盘收比较高 并不代表它跟前一天比起来是涨的 当人们开始记录每一天K棒的时候就发现 当标地物的价格朝一个特定方向前进时候 价格变化的方向常常会有持续性 就像画面上看到的这样 价格在上涨的时候 常常会有这种连续好几天的上涨 下跌的时候也一样 常常会有这种连续好几天的下跌 就发现它它的这个价格在变化的时候 常常价格的方向会有一个持续性 它会有一个连续的上涨跟一个连续的下跌 所以就从这个发现衍生出了技术分析中的K线理论 接下来就为各位介绍几种一般而言认为比较重要的K线形态 首先第一种就是画面上看到的这个长红棒跟长黑棒 它跟一般K线最大的不同就是没有上下引线的部分 这代表这根长红棒开盘价就是它的最低价 收盘价就是它的最高价 这个长黑棒就代表它的开盘价就是它的最高价 收盘价就是它的最低价 这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它这段时间内 它的价格就一路上涨持续到收盘 也有可能是它开盘价格直攻涨停 锁住了所以价格就不会动了 当然也有可能它开盘之后有个震荡拉回 但是它在收盘前创了新高 那这个长黑K也是一样 可以当作它是开盘后一路下跌跌到收盘 或者它在收盘的时候有创新低 就会造成这个长红棒跟长黑棒 我们刚刚有讲这个K线理论它的原理是什么 它是观察到它行情在发动的时候会持续一段时间 我们这个长红棒因为它收盘创新高 代表它收盘前它的价格是在上涨的阶段 我们就假设它这个上涨还会持续 所以一般而言这种长红棒我们会视为是一种偏多的形态 那这种长黑棒就是一种偏空的形态 因为它收盘前在创新低 因为我们架设这个行情会延续下去 继续创新低 所以这就是偏空的K线形态 接下来是第二种一般认为比较重要的形态 就是画面上看到的这个锤子 各位可以看到我画这个锤子的时候 是用白色来画不是用红色或绿色画 代表这个颜色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的形状 它有可能开盘高于收盘 也有可能收盘高于开盘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的最低价离它的开盘价很远 但是它的开盘价跟收盘价距离很近 这代表它开盘之后价格曾经经历过大幅度的下跌 但是它的收盘之前价格又往上拉 拉回到开盘价附近的位置 那这又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依据我们刚说的价格延续性来看 如果它价格要继续延续的话 它最后收盘前价格是往上的 所以一般而言 这种锤子的形态我们会视为是一个多头的形态 那相反的这个倒锤 就代表它开盘后曾经猛烈上涨 但最后收盘没有守住 收盘前价格是下跌的 也因为这个收盘前价格是下跌 所以我们就会把它视为是一个偏空的形态 那除了锤子以外 极端一点可能是T字形 或是到T字形 这跟锤子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这种倒锤或是倒T的形态 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颗流星 流星是往下坠的 所以它就是一个看空的形态 这样一个图像化的记忆 应该可以加深你对它的印象 接下来第三种比较重要的形态 就是十字线 它跟刚刚的锤子一样颜色不重要 重要的是它的形状 各位可以看到它的开盘价 跟收盘价在差不多的位置 然后它的最高价跟最低价 则是离开盘价很远的地方 这代表它的行情在开盘过后 曾经有过剧烈的震荡 有可能是先涨后跌 也有可能是先跌后涨 但是最后它的价格又回到开盘价附近 其实这代表它过去这段时间 行情是在盘整的状态 它曾经打倒一个高点 又打到一个低点 但是之后它的行情 没有办法再创新高或创新低 只能在中间做震荡 这在所有K线的教学书籍 或是市面上在教人的老师 都会跟你说这个是中继 或是转折的讯号 但我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废话 它跟在非洲每60秒 就有一分钟过去一样 是个废话 因为你如果是在上涨的过程中 出现十字线 在上涨过程中不断在创新高 但突然没办法再创新高了 就代表行情在休息 休息完之后还是要继续走嘛 不管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它休息完之后 如果是继续往上走 它就是一个中继讯号 如果它是往下走 就会说它是个反转讯号 所以这不就是一个废话吗 它休息完过后 不管休多久 一定会往一个方向走出去 它到底是中继还是转折就取决于 它最后走的方向 跟它上来前的方向有没有一致 另外你不管是在网路上 还是在书上 都很容易看到 很多乱七八糟的K线组合形态 配上一堆很炫炮的名称 那些东西就像是你在路边看到的烟蒂 一点都不重要 你只要理解我最一开始讲的 K线理论的精髓 在于它假设行情的方向会持续下去 那些组合形态 也都只是看最后一个收盘前 价格的方向在判断多空而已 它要发明那么多炫炮的名称 搞那么复杂 只是为了掩饰自己脑袋里面没东西而已 就像现在很多人 拍个照都要如今特效 开很大一样道理 林志玲拍照会需要很浮夸的如今 或特效吗 照他们这种逻辑 我改天也可以出个K线18照 画面上先剧透第一照 接下来我就用实际的例子 针对刚说的K线形态 跟大家做个说明 我们可以很明显从这个图看到 在一大段上涨的过程中 会有很多的长红棒出现 在下跌的过程中 也有很多的长黑棒出现 然后在这个高低点的地方 也确实常常会有这种锤子 或是十字线出现 但是当你真的认真去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在整个上涨 或下跌的过程中 也很常会有一些十字线跟锤子倒锤出现 所以我说这些东西真的没这么重要 会觉得这些东西很重要 是因为还在新手村 对于整个市场的价格行为还不熟悉 只会这个东西 所以自己以为这个很重要 另外只要有实际交易过 都会知道像画面中这种图形 在上涨过程中偶尔有盘整或是拉回 是很正常很常见的现象 但你如果太在意这些个别K线 你在这拉回的时候 可能就会看到一个长上隐线的倒锤 如果它K线的时间轴刚好是这样切 你就会看到一根长黑棒 如果K线的时间轴是这样切 你就会看到一只长上隐线的倒锤 你就会很容易把上涨的过程中的小拉回 当成是反转讯号或空头讯号 就只能眼睁睁看住行情 像是被小狼狗拐走的女友一样 一去不回头 真正重要的是它整体价格的走势 虽然说我过去在交易都是只看K线 但我很少会去在意那些小东西 因为重要的是整个K线理论 它背后的逻辑 它要抓的是一大段的上涨 跟一大段的下跌 所以唯一重要的是它整体而言的趋势 那趋势有没有形成 就是看它有没有创新高或创新低 创新高的重要性我这边举个例子 假设过去最高价是50 现在价格是45 价格要走到100 肯定要先经过50 所以若你是单纯要靠分析价格做交易 创新高跟创新低才是最有效的方法 但是你也要知道当它价格突破50的时候 并不代表它会走向100 它有可能60甚至摸到51就掉下来 很多不懂的人会以为技术分析是预测价格的工具 但这不是通灵占卜 它只是用过去的资讯告诉你 在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 从这创新高的原理搭配K线理论的逻辑 我们可以推测出该进多单的时候 它应该符合两个条件 第一个目前价格创新高 第二个近期内价格没有创新低 我们从图中这个例子就可以看到 当它价格创新高的时候 我们有可能在这时候进多单 但它价格创新高之后又创新低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出场 不应该再持续持有这个多单 这个地方我的观念跟绝大多数交际数分析的 有很大的不同 你去看就知道 绝大多数交技术分析的都会说前高是压力 压力被突破后会转成支撑 绝大多数99%以上的技术分析都会这样跟你讲 前高是压力 压力跌破了便支撑 支撑跌破了就要出场 但我不认为压力跌破了会变成支撑 前高是压力没有问题 前低是支撑也没有问题 但是当价格突破前高的时候 它不会变成支撑 这边我画个简单的图 因为它在上涨的过程中 很容易出现这种震荡的上涨 这样整天压力被突破变成支撑 支撑被跌破就又被甩出场了 在整个上涨的过程中不断重复亏钱被洗出场 虽然价格上涨你一路做多 但是你一路亏钱 所以这个压力被突破 我们不应该把它转换成支撑 我们支撑一样回去看这个前低 我们多单该出掉 就是它下跌的时候价格突破前低 开始创新低了 它开始创新低了代表整个条件都不对了 这个时候我们把多单出掉才是比较适合的做法 另外如果是像画面上这样 它的价格突然没有再创新高的话 其实这种时候不一定要全出 因为它有可能只是像过去一样 是个短暂的拉回 这个时候它有可能之后还会再创新高 但是这个时候你要去注意 它会不会跌破这个低点去创新低 如果它真的开始创新低的话 但多单肯定是不能留了 另外还有一种是画面上这样 下下跌过程中的短暂创新高 它其实有可能也只是个小小的反弹 如果有空单的话可以先出掉 但不适合马上进场做多 虽然有些时候这种创新高之后 满常见的情况是真的就不跌了 止跌之后再往上走 只是这种止跌之后的震荡 通常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才往上走 那当然也会有止跌之后 直接V型反转往上走的情况 但这种情况我不建议的原因是 因为这个前低离很远 距离很大 万一吃损了应该对各位会是蛮痛的 除非你是有办法把它拆成很小的部位 进在这个地方 它就算跌下来打到停损我也无所谓 因为我仓位竟很小 说了这么多 这个创新高跟创新低 就是在辅助你了解什么时候K线理论才会像这些地方一样有参考价值 在价格无法突破盘整区间的时候 所有的K线形态是完全没有用的 你在这种时候用K线理论真的是完全没有用 你看这个时候涨黑棒 马上被拉上去 这个地方出现两个锤子 你以为要往上了 结果马上又掉下去 如果你硬要在价格没有突破的后 用K线理论去做交易 你的行为就叫做打工换贫穷 影片最后 感谢各位亲友收看 如果有任何想法 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 感谢支持 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交易顺利 割韭菜割到80岁之后 手按不动滑鼠之前